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房车情报 我是苏苏 今天苏苏要带大家来看一款 罗曼特斯的新款房车 一起去看一下吧 这款房车就是罗曼特斯的T2 Pro了 从车头大家可以看到 它更加的现代化 而且流线型会更加的好 使用的是T型的小额头 长是5米99 宽是2米3 高是2米75 全铝的车身 可以使整个车辆的重量 会更加的轻盈 同时它的旁边还带有很多功能 上方有手动遮央棚 同时还带有LED彩灯条 下方这里是厨房的功能区 带有外置的抽拉燃气灶 旁边这里还有置物的调料台 这样子方便于做饭使用 一个外置的翻版 驻车的时候放一些菜品 包括水果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里带有220伏的外接电源插座 同时可以驻车的时候 使用电饭包 微波炉 包括手机充电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下方带有户外淋浴 可以供入于我们在驻地的时候 洗菜洗手都是很方便的 上方带有倒车影像 同时下方带有倒车雷达 这款车在动力系统方面 使用的是一台3.0T的柴油发动机 匹配8AT手自一体变速箱 最大功率是125千瓦 最大扭矩是400牛米 满足国六排放 我现在坐在驾驶室 座椅已经进行了旋转 可以看到的是里面的空间 是比较宽敞的 上方的头部空间也是绰绰有余的 采用了小额头的设计 所以使用的是这种全景天窗 同时它的旁边这里 在驻车过程中 还可以进行储物使用 在我手的左侧这里 带有四路监控 便于我们观察车周围的安全问题 使用的是L型的沙发 前方这里还带有旋转的桌椅 它可以秒变成一个小的儿童床 在上方这里带有格力的家用便屏空调 现在空调已经打开了 车内的温度还是比较凉爽的 现在站在车厢的中部 可以看到过道的区域还是比较宽敞的 右侧这里有一个超大的操作台 这里是一个洗手池洗菜池 同时旁边还带有净水系统 在它的上方带有微波炉 旁边这里还带有抽烟烟机 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在这里放置卡式炉 或者是电磁炉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操作台的下方 这里有一个152升的并排的冰箱 这样更加节省空间的同时 还可以放更多的东西 我测试休息区域了 这张床的尺寸是1米9成1米1的 睡下一大一小 或者睡下一个成年人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有很多的顶纸吊棍 可以放置衣物 包括日常用品 床的下方这里还带有洗衣机 可以方便于日常生活中 我们喜欢衣服 最吸引我的是床头 这里还带有控制面板 不用下床 就可以操控车内的一些设施了 说到省事 我这个车还有一个更大的亮点 更能让您省事 那就是它带有了全智能的语音系统 我们一起来试一下 小爱同学 关闭氛围灯 没问题 你看这样是不是更加方便了呢 整个卫生间的空间 我比较也是满意的 带有淋浴装置 换洗池 还带有储物的吊棍 后方这里带有一个很大的 一个LED的化妆镜 方便于女生在这里化妆使用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下方这里还带有特鲁马的旋转马桶 这款车在电路系统方面 使用的是3000瓦的逆变器 加上1000A时的锂电池 加上600瓦的太阳能电池板 水路方面使用的是200升的净水箱 加上70升的灰水箱 目前的官方售价是47.98万元 您觉得这款车怎么样呢 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房车资讯 可以持续关注房车情报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